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上個禮拜我們談到什麼是賽局 我講到賽局是一個策略互動情境 在賽局當中不同的參與者 大家的行動或決策會彼此牽連 所以賽局的最後 你能夠得到多少的報酬 取決於不只你自己的決策 還有其他賽局參與者的決策 從這裡出發 我們提到一個重要的觀念 因為不同的參與者 大家的決策會互相牽連 所以當你處在一個策略互動情境當中 不要只想著你自己的目標 你的處境 你的限制 你也需要從別人的眼睛看這個局面 來思考其他人的目標 以及他們所面對的處境 那我稱這個觀念 為賽局理論的一個基本精神 中心思想 叫從別人的眼睛看世界 從這裡出發 那麼在這一堂課當中 我把賽局理論 定位成是一套思維模式 幫助我們分析 預測別人的反應 讓自己能夠做出最佳決策 或者其實在我們今天的課堂當中 會看到 很多時候我們不是被動的 接受外界給定的賽局 而是需要去 設法改變 自己的所處處境 今天先跟大家談一個簡單的情境 叫團隊合作 這個情境跟上個禮拜 我們所談的柔道策略有點類似 就是以真實世界 我們所會面對到的狀況為藍本 但是我加以大幅的簡化 讓整個情境看起來像是一個預言故事 假設有一家公司 裡面有兩個部門 製作部跟設計部 他們必須要合作 才能夠推出一項新產品 這個產品的營業額 也就是能夠為公司所帶來的收入 取決於產品的品質 那麼品質取決於 設計和製作這兩個部門 所投入的心力總和 也就是大家有多努力工作的意思 那麼我們假設 在兩個部門 讓我們假設 在全力以赴的情況之下 每個部門最多可以投入 十單位的心力 這是我們假設每一個人的時間有限 或者在給定時間裡面 你的心力 你的精力是有限 那麼在每一單位的心力投入 都能夠為公司帶來 一百五十萬的營業額 從這裡出發我們可以想像 如果兩個部門都全力以赴 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製作部 投入十單位的心力 為公司帶來一千五百萬的營業額 設計部 比照 所以全公司是三千萬的進賬 那麼現在兩個部門 大家各自同時需要決定 我要投入多少的心力 努力是有代價的 努力 可能會讓人痛苦 所以對於每個部門來說 每投入一個單位的心力 所帶來的辛苦 我們假設是一百萬元的成本 這個成本你可以詮釋成 是這個部門為了把事情做好 所以他來聘僱能力更強的人 所以薪資的支出也更高 或者是給定同樣一群人 大家並不是輕輕鬆鬆的做事 交差就好 而是用盡各種的方式去嘗試去思考 不管背後的故事是什麼 假設每一單位的心力 對一個部門來說是一百萬元的成本 從這樣子出發 我們來思考 對這家公司全體來說 這兩個部門該不該努力 其實最理想的狀況就是 兩個部門都全力以赴 我們前面說 為公司創造出三千萬的營業額 但是我們把努力的成本也考慮進去的話 每個部門 投入十單位心力 總共二十個單位心力 成本 是兩千萬元 兩千萬元價值的心力投入 換來公司三千萬元的進帳 那麼相當於是百分之五十的投資報酬率 很不錯 所以從公司全體的角度來看 我們在這個情境裡的目標 就是如何能夠鼓舞 誘發這兩個部門 大家都全力以赴 各投入十個單位的心力 不過 這裡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努不努力這件事情 看不同的產業 有時候並不是公司的高層 可以直接觀察到的 你同樣是工作八小時 坐在電腦前面 你也可以在那裡 用Messenger聊天 或者是 聽聽音樂 順便看看影片 摸魚一下 你也可以 全神貫注 然後非常耗費 你的心神去解決 這個公司 或你的部門 所要面對的問題 那麼在 公司主管 沒有辦法直接觀察到 每個部門 心力投入的情況之下 現在我們假設這家公司 他希望能夠設計 好的薪酬制度 創造誘因 讓兩個部門 大家能夠努力 所以我們來看 這家公司所設計的 第一個方案 我稱之為 分潤計畫 我先補充一下 我們這是一個 虛構的情境 是一個預言故事 所以裡面 等一下我講分潤 或獎金 都不是針對真實世界裡面 大家口說的 分潤或獎金 而是針對 我在這個故事裡面 特別設計出來 為這家公司 所設計出來的制度 根據這個分潤計畫 每個部門 可以得到 公司總營業額的 百分之四十作為薪酬 每個部門 可以得到 公司營業額的 百分之四十作為薪酬 換句話說 這家公司 的營收 願意跟部門分享 我現在的問題就是 假設我們這家公司 從主管到各部門 大家在乎的 都只有自己的收入 或者是在乎的是 自己所得 也就是我的收入 扣掉我的這個成本 那麼這個分潤計畫 可以達到目標 來鼓勵兩個部門 都全力以赴嗎 認為可行的請舉手 好 前面這位同學 完全就是靠直舉 就是分潤兩個字 聽起來 還不錯 這老闆好像蠻大方的 然後是不是我 多投入 我就可以有 更多的獲得 覺得不可行的請舉手 好 放下 我們現在來思考一下 假設我是設計部門的人 我面對的處境是什麼 當然這裡是一個賽局 因為最後我設計部門的人 我可以得到多少的分潤 取決於不止我自己的心力投入 還有包括另一個部門 製作部的心力投入 假設我是設計部門的人 那麼我思考 我每投入一單位的心力 成本是100萬 然後我的心力投入 可以為公司創造出150萬的營業額 這150萬 按照分潤計畫 我可以得到當中的40% 150乘以0.4就是60萬元的收入 不管另外一個部門 努力還是打混 不管另外一個部門怎麼做 我這裡的計算都一樣 我每投入一單位的心力 對我的成本是100萬 但是帶來的收入卻是60萬 所以成本大於收入 要我努力一單位是不值得的 努力兩單位當然也不值得 因此我完全不會努力 最後的結果 打混是我的最佳選擇 而且不管另一個部門怎麼做 打混對我來說 都永遠好過努力 哪怕是努力一點點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 根據這家公司的這個 分潤計畫 在我什麼都不做的情況之下 如果另外一個部門 他還投入了心力 還為公司創造了營收 那麼我可以搭便車 我可以坐享其成 分到其他人努力 所帶來的營收的40% 剛才是我選擇打混 那麼另外一個部門 如果我設身處地的 站在他的處境 也會這樣想 也會這樣做 那麼大家都坐享其成 結果就是沒有人出力 這家公司的營收是零 無力可分 好這個狀況 大家可能覺得 很熟悉 那我不曉得 這學期的分組作業 會不會出現類似的情況 但是我們要更深入地 探究下去 這個現象裡面 吊詭的地方在哪裡 因此我要跟大家介紹 兩個 賽局的觀念 跟名詞 第一個賽局觀念 叫做優勢策略 英文叫做 Dominant Strategy Dominant 從這個詞來看 它應該是一件好事 它的定義是 不管其他人怎麼做 如果 如果某個選項A 對你來說 永遠好過 永遠好過其他任何選項 那麼這個選項A 我打混 永遠好過我投入 一單位心力 兩單位心力 三單位心力 一此類推 所以打混 就是我的優勢策略 從這裡出發一個基本原則 我想 不證自明 在任何的賽局 情境當中 只要你有優勢策略 就一定要採用它 我想這個 只要你的目標是追求你的報酬 那麼 這句話非常的直觀 我們再來定義另外一個詞 叫做烈勢策略 不管其他人怎麼做 如果某個選項B 對你來說 永遠不如選項A 那麼這個選項B 就是你的烈勢策略 英文叫做 Strictly Dominated Strategy Strictly Dominated Strategy 如果某個選項B 對你來講 永遠不如 你手中的另一個選項A 是不是 每當你有衝動 想要去使出 想要去選擇B的時候 你就應該停下來 三四一下 我現在想選B 可是A永遠比B好 所以每當你想要選B的時候 你都應該暫停 思考 然後改選A 因為根據我們這裡所說的 如果B是你的烈勢策略 那麼就會存在另外一個選項A 永遠比他好 我們回到剛才的 分潤計畫來想想 假設我們一開始思考 我要不要全力以赴 那麼我全力以赴投入10個單位的心力 為公司創造出1500萬的營收 當中我可以分到40%是600萬 那麼我10個單位的心力 讓我支出了1000萬的成本 1000萬成本 大過600萬的收入 那麼不值得 所以全力以赴在我們的分潤計畫之下 永遠不如打混 所以全力以赴是一個劣勢策略 Strictly dominated strategy 事實上你可以證明 你不管努力幾個單位 那麼都是劣勢策略 都永遠不如打混 從這裡出發 我要提到 賽局理論策略思考的一個 很重要的原則 我稱它為第一定律 是因為我想要強調 這個原則有多根本 基本上在任何情況之下 永遠不要採用你的劣勢策略 如何證明 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如果你有一個衝動要採用策略B 而B是劣勢策略 就表示存在一個固定的策略A 永遠比B好 那麼當你要使用劣勢策略的時候 你何不轉換去採用另外那個策略 是永遠比劣勢策略要好的呢 所以永遠不要採用你的劣勢策略 在未來兩到三個禮拜 我們會看到 不採用劣勢策略的這個原則 在很多地方可以幫助我們 簡化賽局分析 今天還看不出來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問題 還太過簡單 到劣勢策略 其實沒有辦法發揮 超過直觀之外的用途 接下來一點 所有理性的人 也都不會採用劣勢策略 那麼這句話 其實你應該要追問的是 什麼是理性 那麼在我們這堂課裡面 我們所定義的理性 就是任何人 或任何的賽局參與者 他會善用他的資訊 他會善用他的資訊 然後再給定他所處的情境 包括已經發生的事情 包括他預期其他人會採取的行動之下 那麼他會想方設法做出選擇 來追求他自己的報酬最大 會這樣做的人 在我們這堂課稱之為理性 所以從這裡 你就可以看到 理性的人 他不會採用劣勢策略 因為一旦他考慮劣勢策略 他會發現有另外一個策略 A永遠比這個B好 我們現在把優勢策略 跟劣勢策略兩個觀念 結合在一起 回到我們的這個分潤計畫 回到這個團隊合作的故事 兩個部門都打混 他們都採取了優勢策略 他們都採取了那個獨一無二 比他們手中任何其他策略都要好的 那個策略 因此創造出來的營業額 跟他們的部門利潤都是零 對單一任何一個部門來說 這樣的結果 竟然比不上兩個部門 大家同時全力以赴 同時採取全力以赴這個劣勢策略 所帶來的利潤 如果兩個部門同時全力以赴 公司總營收是三千萬 乘以0.4 每一個部門可以得到一千兩百萬元 扣掉他們的心力成本一千萬 每個部門還淨賺 有兩百萬的利潤 你可以看到兩個部門都全力以赴 我們剛才已經分析過這個是劣勢策略 我全力以赴的時候不如我打混 兩個部門都採用劣勢策略 他們所得到的報酬 都好過兩個部門各自都採取優勢策略 他們採取優勢策略的時候報酬是0 這件事情聽起來會不會有點吊詭呢 這個就是大家常常在說的囚犯的困境 Prisoner's Dilemma 開學前我讓同學能夠填表單來申請加簽 其實也有非常多的人提到說他對賽局有興趣 是因為看過囚犯的困境這個故事 訪見很多的書跟文章 對囚犯的困境本質是什麼 並沒有做出一個明確的定義和說明 大家往往聽了聽故事就算了 但是我這邊先跟大家講 所謂的囚犯的困境 或所謂這個分潤計畫所創造出來的兩難 它的本質在於每一個人的理性選擇 結果竟然會造成每一個人的處境都變差 每一個人的理性選擇 就是每一個人都為了追求他自己的報酬極大 所做的選擇 結果竟然會造成每一個人最後所得到的報酬 都比他們不理性選擇 選劣勢策略的時候還要更差 這樣所創造出來的反差 這樣子所創造出來的吊詭的難題 我們稱為囚犯的困境 在我們繼續進行下去之前 當然不能免俗 要跟大家再回顧一下囚犯的困境 這個故事在講什麼 我們前面的分潤計畫 是從一個團隊合作的具體情境來看這個兩難 我們現在把這個情境再加以簡化 假設有兩個囚犯 他們結夥犯罪 然後之後被警方 他們結夥犯罪 然後被警方逮捕 警方將他們隔離偵訊 那麼目前警察所取得的證據不足 所以他們的口供 對於能否將這兩個囚犯定罪 是重要的 那麼現在警方 就各自對假以兩名囚犯說 你要不要招供 如果你的夥伴 另外一名囚犯 保持堅默 敵死不招供 而你招供 那麼我立刻可以把你釋放 那麼你的另外一名囚犯 他會加重刑責 坐牢五言 反過來如果你不招供 然後另外一名囚犯 招供了把你捅出來 那麼原本你的罪 是坐牢三年 現在加重刑責 會變五年 警方這樣說 附帶一提 如果雙方都招供 雙方都招供兩名囚犯 各自依照他們所犯的罪 各坐牢三年 那如果兩名囚犯 都不招供保持堅默呢 那最後警方可能苦無證據 只能用一個小罪 將他們各自拘留一年 然後就得放走 我們把剛才那個故事裡面 這兩個囚犯所面對到的處境 用一張賽局表來呈現 大家投影片上可以看到 這個賽局有兩個參與者 囚犯賈跟乙 每一個囚犯 他面對了兩個選擇 囚犯賈可以招供或監默 囚犯乙也可以招供或監默 在這個表格當中 每一格我寫了兩個數字 我們左手邊的數字 代表了囚犯賈 最後所得到的報酬 右手邊的數字 代表了囚犯乙 最後所得到的報酬 我們在假設兩名囚犯 都喜歡自由不喜歡被關 所以他們最後的報酬 就是他們需要坐牢的這個年數 加一個負號 所以當兩者都招供的時候 囚犯賈坐牢三年報酬負三 囚犯乙的報酬也是負三 當囚犯賈招供 囚犯乙監默的時候 囚犯賈立刻被釋放 報酬是零 囚犯乙的報酬是負五 同理左下角 囚犯賈負五 囚犯乙 零 右下角 囚犯賈乙 都保持堅默 各自坐牢一年 報酬是負一跟負一 假設你是其中一名囚犯 面對到這樣的局面 你會選擇招供 還是保持堅默 會保持堅默的請舉手 還是有 會招供的請舉手 請放下 我們思考一下 如果囚犯的目標就是減少 他蹲在牢裡的時間 那麼 這兩名囚犯 他們有沒有優勢策略 他們有沒有劣勢策略 我們先從囚犯賈的角度來看 對囚犯賈來說 如果囚犯以招供 那麼囚犯賈招供得負三 保持堅默得負五 招供比堅默要好 如果囚犯以保持堅默 囚犯賈招供得到零 堅默得到負一 招供比堅默好 從這樣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囚犯以怎麼做 不管囚犯以招供還是保持堅默 對囚犯賈來說 招供永遠好過堅默 所以招供是囚犯賈的優勢策略 這個賽局非常的簡單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 對囚犯賈來說 堅默永遠不如招供 所以堅默是囚犯賈的劣勢策略 Strictly dominated strategy 理性的囚犯賈該怎麼做 招供 理性的囚犯以也招供 那麼最後雙方都招供 兩名囚犯各自坐牢三年 最後賽局的結果 是出現在我們這張表的左上角 可是我們思考一下 看一下這張表的右下角 如果兩名囚犯 都採用他們的劣勢策略 保持堅默呢 那他們各自被拘留一年 各自得到-1 你可以看到雙方採用優勢策略 都得到-3 如果他們採用自己的劣勢策略 保持堅默 得到-1 從-3到-1 從左上角到右上角 夾以兩個囚犯 得到的報酬都更高 坐牢的年數都更少 這個是囚犯的困境 每個人的理性選擇 造成兩個人在牢裡的時間都增加 我們來思考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溝通協調 可不可以化解囚犯困境 很多書在講到這兩個囚犯的故事的時候 都說警方將他們隔離偵訊 如果我們讓兩名囚犯 大家能夠見面溝通討論一下 然後再各自回去 跟警察說 OK 我要不要招勾 你覺得最後故事的結局會改變嗎 有沒有同學覺得溝通協調 是可以發揮作用 回到我們各自做選擇的階段 不管之前我們做了多少的溝通 不管你跟我解釋了多少的理論 假如這個故事在你我身上就發生這麼一次 然後之後我們此生也不會再遇到 那麼當我做決定的時候 我發現我有優勢策略啊 你如果真的依照約定 保持緘默 那很好啊 那我就把你捅出來 然後我立刻被放走 是嗎 如果我們之間的互動 就是這麼一次的話 即便有溝通協調 OK 當我回去做我的決策的時候 我會發現 不管你會照約定保持緘默 還是你會背叛我去招供 沒差 因為我有優勢策略 招供是我的優勢策略 對我來講招供永遠比 緘默要好 那我幹嘛要聽你的建議 遵照溝通協調的結果 去保持緘默呢 所以從這裡出發 囚犯的困境 這個賽局 如果大家就是這麼互動一次 然後之後大家也不會再遇到 那麼溝通協調沒有助於解決問題 如果溝通協調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好 大家現在發揮創意 回到真實世界 假設你真的就是一個囚犯 你覺得這個 這個困境 該怎麼突破 或你覺得在現實世界中 有什麼樣的方法 有可能幫助這個囚犯突破這個困境 實際上的賽局 可能不是只有 大家招供跟兼默的這個小賽局 然後這兩名囚犯 在生活中的其他部分 可能還會有牽連 那剛才你所提的是 遭到背叛的那名囚犯 他在未來或許可以設法報復 或者另外一種情境 有可能這兩名囚犯 都是隸屬於一個黑幫組織 然後這個黑幫組織 有他們自己的幫規 OK 大家被捕了 OK 必須要守口如品 然後誰率先統出 OK 整個組織所做的事情 然後自己得到自由了 那麼黑幫老大 沒有在犯罪現場 沒有被捕的 那麼他會用其他的方式去制裁 我們剛才所提到的兩種方向 也就是設法制裁 那個背叛的招供的囚犯 或者設法報復 那個背叛的招供的囚犯 都是設法把這個賽局 從這麼簡單的一張錶 延伸到更大 以至於我們有辦法 去調整這些囚犯 他們實際上所面對到的誘因 比方說 如果招供 如果招供的人 他最後 不管是很快出獄 還是做了三年老才出獄 他之後會被報復 那麼在 不論對手怎麼做 那個招供的囚犯假 他的報酬就會是他原本的報酬 再減上一個他被報復 或是被黑幫老大制裁 所帶來的那個負的效用 所以這邊就會是負三 減掉一個數字 這裡呢 我背叛我的夥伴 我招供把他捅出來 我被放掉了得到零 不用坐牢 可是我遭到黑幫老大制裁 我又得到了一個負的數字 只要這個製裁 只要這個處罰 是夠嚴厲的 就有可能改變 這個囚犯的誘因 讓他們從招供 變成願意配合 保持節目 建議解決囚犯的困境 我以前上課的時候 有些同學會問 我們故事裡面的兩名囚犯 都只顧自己 但是如果兩名囚犯都不自私 那賽局理論的分析還管用嗎 我先定義什麼叫不自私 不自私的意思就是 對我來說 我坐牢很痛苦 我看你坐牢我也很痛苦 所以最後我的報酬 是你坐牢加上我坐牢的總年數 加一個負號 就是你坐牢我也感同身受 我覺得很苦 所以從這樣子出發 我們來改寫這個賽局 故事一模一樣 他們必須面對 招供跟監默的選擇 但是這兩個囚犯 他們的偏好 或不同的結局 讓那個囚犯感覺得到的報酬不同了 在兩個囚犯都招供的情況之下 你坐牢三年 我坐牢三年 所以我覺得我的報酬是-6 在我招供你監默的情況之下 雖然我被放掉了不用坐牢 可是你坐牢我一樣難受 我的報酬是0-5 同理你的報酬是-5加0還是-5 在我們都保持接默的情況之下 我們兩個總共坐牢了兩年 所以我們各自的報酬是-2 從這樣出發 我改寫這個賽局表 我們得到投影片上的這張圖 不自私的囚犯他們會怎麼做 每個囚犯他有優勢策略嗎 我們來思考囚犯假 在囚犯以招供的情況之下 囚犯假招供是-6 監默是-5 監默比較好 在囚犯以監默的情況之下 囚犯假招供是-2 監默是-5 監默是-2 監默比較好 我們發現 不管另外一名囚犯怎麼做 對於一個不自私的囚犯來說 監默是我的優勢策略 招供變成是我的劣勢策略 如果雙方都採用 他們的優勢策略是理性的 我們最後的結局就是右下角 兩名囚犯都保持監默 各自坐牢一年 囚犯的困境不存在 這裡我要講的事情是 兩名囚犯所面對的處境 外界施加的這個賽局的規則 警方所提出來的條件 這些是給定的 可是我們如果要做賽局分析 更重要的是這兩名囚犯 他們的報酬函數是什麼 他們的偏好是什麼 不同的結局如何換算成 他們心中所實際感受到的 那個效用或報酬 從這裡我們會發現 這兩個人當他們的偏好不同 即便一模一樣的賽局規則 有可能玩出不同的結果 有可能出現他們是困境 兩個人都招供坐牢三年 有可能是兩個人都保持監默 所以我們要判斷一個局面 是不是囚犯的困境 並不是來看說警方隔離 分訊、招供接默 而是我們要把每一個囚犯 每一個賽局參與者 他們真實的偏好 能夠找到、能夠理解 所以當你在分析 現實生活中的賽局 或當你在商業上面 要去運用賽局理論 去分析商業策略的時候 如何收集資訊 了解你要什麼 了解你自己的偏好 跟報酬函數是重要的 如何收集資訊和情報 去了解賽局其他的參與者 面對不同的賽局的結果 他們各自會覺得自己得到多少 這些資訊是重要的 有一句話說 應該是一首老歌的歌詞說 你必須要知道你要什麼 你喜歡什麼 你才有可能去得到它 所以分析賽局非常 在學校裡的課程當中 分析賽局往往 賽局的規則跟報酬都給定了 變成是考試題目 你只需要去計算就好 但是在生活中的賽局 這些報酬不會憑空冒出來 你必須要自己去收集資料 去釐清他們 這點非常重要 我們停在這邊 大家回去當成練習題 如果兩個囚犯 一個是自私的囚犯 一個是不自私的囚犯 你認為最後會發生什麼樣的結果 大家自己回去分析 接下來我們再討論另外一個課題 如果這兩名囚犯 他在坐牢之外 他還會有情緒呢 什麼時候會有情緒 我假設兩種狀況 第一種是因為我的所作所為 我害別人 我讓別人更慘了 這時候我會愧疚 愧疚是一個負面的情緒 原本我招供 囚犯已堅默 我被放掉了 不用坐牢 我得到零 可是我因此覺得 對不起他 這個愧疚 讓我的報酬 相當於少了兩個單位 所以零減負二 這個紅色的負二 是我因為 愧疚這個負面情緒 讓我的報酬降低了 這是我故事裡的假釋 第二種情緒是什麼 遭到背叛 我會憤怒 所以現在來看囚犯已 囚犯假招供 被放出去了 囚犯已 本來想要配合 想要合作保持堅默 坐牢五年之外 他那五年還充滿了怨氣 所以 這個怨氣 相當於讓他的報酬 再減四 所以他實際上 他心裡的感受是 負五 減掉負四 是負九 左下角呢 我們假設 這個狀況是對稱的 所以現在我們假設 這樣的兩名囚犯 會有情緒 除了討厭坐牢之外 我 害到別人 會愧疚 我遭到背叛 會憤怒 如果把這個情緒 影響心裡的報酬 這個因素加進來 你覺得這個賽局 會變成怎樣 你預測這兩名囚犯 會怎麼做 我把數字整理一下 把他們的情緒 的因素加進去 更新了這個報酬表 在同影片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假設你是囚犯假 我是囚犯儀 會招供的請舉手 有一些 會保持堅默的請舉手 還是沒有什麼人嗎 還是 大家都覺得很謹慎 會看狀況的請舉手 我們來分析一下 在這個新版的賽局當中 有沒有任何囚犯 他存在優勢策略 或劣勢策略 對囚犯假來說 招供永遠會比較好嗎 堅默永遠會比較好 或比較差嗎 我們來分析看看 當囚犯已招供的時候 假招供得負三 假堅默得負九 所以假招供比堅默好 當對方招供的時候 對我來說招供比堅默好 那麼囚犯已如果保持堅默呢 囚犯已保持堅默 囚犯假招供得負二 堅默得負一 堅默比招供好 當對方保持堅默的時候 我保持堅默會比較好 這時候對囚犯假來說 不再有優勢策略了 沒有哪一個策略 永遠比其他策略好 哪一個策略對我好 取決於對方會怎麼做 可是我們隔離偵訊啊 我沒有辦法直接看到 對方怎麼做 我也沒有辦法遙控他 所以我只能夠思考 判斷一下對方會怎麼做 所以我判斷對方會怎麼做 就影響到我該怎麼做 如果我判斷囚犯已會保持招供 那麼我一定也會保持 我一定也會 如果判斷囚犯已會招供 我一定也會招供 我不會傻傻的堅默 然後帶著怒氣坐牢 如果我判斷囚犯已會保持堅默 那對我來說 我最佳的選擇就是保持堅默 否則我心裡面還會帶著愧疚 不太好 所以這個賽局的本質改變了 我判斷對方會怎麼做 就會影響到我該怎麼做 所以剛才那位同學 他要跟我玩這個賽局 他說他會招供 所以是不是你認為我冯老師 在這個賽局當中 我會採取招供的策略 那為什麼你認為我會採取招供的策略 如果你在思考的時候 會要判斷我會怎麼做 那一個理性的我 是不是也會這樣 我也會去判斷你會怎麼做 所以你就需要去判斷 我冯老師判斷你會怎麼做 因為如果我判斷你會招供 那麼我就招供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知道我會招供 所以你也招供 如果我判斷你會保持堅默 對我自己來說 最佳的選擇也是保持堅默 如果你知道這件事情 對你來說最佳的選擇也是保持堅默 所以這個賽局 還是兩個囚犯 但他們不再是囚犯的困境 他們處在另外一個難題 這個難題就是 在這個賽局當中 我的最佳選擇 永遠是要去跟對方的選擇一樣 對方的選擇也是希望能夠跟我一樣 所以這個賽局變成是一個協調賽局 他招供我招供 他招供我招供 可是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招供 所以我需要去判斷 我需要去猜 所以我就要去判斷 他會不會招供 我需要判斷他判斷我會招供 我需要去判斷他判斷 我判斷他會不會招供 然後我們就有回圈 這個問題可以一直 沒完沒了的問下去 一直到下課 那麼這個 你判斷我判斷 你判斷我判斷 是怎麼形成的 這個問題我先留著 都給大家思考一下 在未來幾個禮拜的課程 我們會回過頭來看這件事情 在下課之前我們講到囚犯的困境 兩個囚犯理性的選擇 有可能讓兩個人坐牢的時間都增加 然後我們也思考了不同的變形 不自私的囚犯 自私的囚犯對上不自私的囚犯 或者囚犯害到人會愧疚 遭背叛會憤怒 在這個囚犯有情緒的賽局當中 我們發現原本本質是囚犯的困境 但現在他變成是一個協調賽局 每一名囚犯 他在策略上的目標 你招供我就招供 你接默我就接默 換句話說 你合作我就跟你合作 你背叛我也要背叛你 所以這時候每一個人 似乎都變成是一個有條件的合作者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如何判斷對方會怎麼做 就變得很重要 但是對方也會判斷我會怎麼做 所以我需要判斷對方判斷我會怎麼做 以此類推 這樣子的協調賽局 我們未來兩三個禮拜 會做更深入的探討 你可以發現 在協調賽局當中 我們對彼此的判斷 能不能夠建立互信 讓我相信你會合作保持接默 那我也合作保持接默 然後我們就很開心的 都保持接默 合作成功 但是如果我們失去了對彼此的信任 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 我就認為 雖然我們一起保持接默比較好 可是我認為你就是會背叛 你就是會招供 我一旦心裡面出現這個想法 那麼對我來說 我的最佳決策 最佳的選擇 就是背叛你也招供 或者是你 可能看出了我對你的不信任 所以你就知道我會招供 所以你也選擇招供 然後我們就陷在 互相招供 不合作的這個狀態裡面 所以在協調賽局當中的囚犯 仍然可能會面對困境 但是這個困境不再是 我們彼此的優勢策略把我們帶向更差的處境 這個新的困境在於 我們要如何一開始能夠形成那個信任 讓你跟我都相信對方 是會合作是會接默 是會互相配合 我們對彼此的這個判斷 如何要被引導到那個地方去 是協調賽局裡面的囚犯 或賽局參與者所面對的難題 所以生活中有哪些情境是囚犯的困境 有沒有同學要分享一兩個例子 我們這個學期期末大家要教一篇報告 我上次講了一篇三千字以內的短文 那麼比方說你的期末報告就可以在生活中 找一個實例 你跟我講一個故事 描述一個現象 然後你說你認為它是囚犯的困境 為什麼 解釋它的機制 然後或許你可以提出來 在這個情境當中 現實生活中大家要用什麼方法去克服 或者是你覺得有什麼新的方法可以提出來 幫助這些人突破囚犯的困境 而是你有方法 而是現實生活中大家還沒開始做的 這個是大家可以思考的 思考期末報告的一個方向 有哪些情境是囚犯的困境 然後我們又可以怎麼克服 所謂是囚犯的困境 它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每個人是有他的優勢策略 然後當人人都採用優勢策略的時候 每個人的處境都變差 所以在遲到的例子我們來想像 那 我們 假設就是我們兩個有約 所謂你有優勢策略就是 不管我遲到或不遲到 某種做法對你來說都 都比較好 套用到你自己身上 你覺得遲到會是你的優勢策略嗎 我跟對方約了 優勢策略就是說 他遲到的時候 遲到對我比準時好 他不遲到對方準時 遲到對我也比準時好 符合這個條件 遲到就是你的優勢策略 遲到是你的優勢策略 是我的優勢策略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遲到 會不會 在你的觀察裡面 遲到的賽局符合這個條件嗎 不太像 OK 這邊我就跟大家示範 當我們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 要來說明哪一個情境 它屬於協調賽局 哪一個情境屬於囚犯的困境 那麼我們就要回來思考 經濟學裡面協調賽局 或囚犯困境的定義是什麼 然後真實世界的情境 是否符合我們給它的定義 這裡正好示範了 我們怎麼樣把真實世界 跟我們簡化的故事 所講的觀念能夠做結合 我們要去檢驗它的定義 如果我們考慮前面這位同學所說的 那一個情境 它是不是囚犯的困境 其實也取決於裡面的人 是怎麼想的 也取決於這個故事的內涵是什麼 前面這位同學他講的事情是 假設一個人 對方不管遲到跟不遲到 他就是覺得他遲到比較開心 那就是他的優勢側 就是他個人的偏好 那這個偏好會塑造 變成是這個人的性格 跟他留給其他的印象 那可能會影響其他人怎麼看他 或大家怎麼跟他約 那我們再回到前面那位同學所講的 在你原本所想要描繪的這個情境裡面 假如是你跟我我們兩個有約 那我們彼此的偏好 有可能是下面這樣子 在你會準時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遲到了 我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我會覺得很失禮 所以在你準時的情況之下 我希望我也要準時 但是在你會遲到的情況之下 假如我事先就知道你會遲到 那我才不要準時到 然後傻傻的一個人在那邊等 很尷尬 然後如果我知道對方就會遲到 那麼我也會故意不準時 晚一點到 以免空等 如果在真實世界當中 有些人是帶著這種想法 去面對與人有約 要不要準時 那這個情境是不是其實比較像 我們這個 後面講到的協調賽局 會比較像囚犯有情緒的情況之下的賽局 協調賽局 我知道對方 對方如果守時 那我就守時 對方如果遲到 那麼我就會遲到 那麼所以最後我到底要遲到 還是準時 其實取決於我判斷 其他人會怎麼做 那這個判斷從哪裡來 有些時候這個判斷可能 來自於我們對生活的觀察 然後這個生活可能不同的社會裡面 會產生不同的一個社會的常規 比方說在以前我去參加婚禮 很多時候都很多人遲到 然後這個 餐宴都不會準時開始 所以有一次我去金華酒店 準備要參加一場婚禮 然後走到大廳 看到其他也有婚禮的賓客 他們說他們故意要在下面 再多逛一逛再上去 其實時間已經到了 因為他們預期其他賓客會三三來遲 如果他們準時走進會場 他們覺得很尷尬很無聊 這個是一個社會的常規 會形成當我們遇到一個狀況的時候 我們預期其他人可能會怎麼做 以前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那我的南歐的同學 他們的時間觀念 就跟我們大家不太一樣 那有一次我的同學 其實我的南歐還包括南美洲同學 他們講西班牙文 然後有一次阿根廷同學辦party 說晚上七點半開始 那我七點半到了 我是第一個到的 然後這個主人他們還在準備 然後菜才要開始做 然後來到八點半 大家陸陸續續進來 我們九點開始吃飯 以前我就讀到一篇文章 就提到說 在南歐很多人 大家約了時間 其實我講七點半 其實意思是我們八點會到 可是有時候這些南歐的人 他們到德國去生活 到德國去工作 開始變準時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本身的天性並不是遲到 而是他們所發展出來的 這個社會上的常規 平常大家都是遲到的 所以別人遲到我也遲到 可是當你去到德國 你知道那是一個 非常重視守時的社會 然後火車霧點一分鐘 就非常大不了 就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那到那樣的場合 其他人都會準時 然後就你一個人 要遲到半小時 遲到一小時 那是自己丟臉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有些人在自己的國家 南歐會遲到 去到德國 變得不會 那是因為遲到的賽局 在某些情況下 可能還蠻貼近這個協調賽局 其他人都準時 我就準時 其他人都遲到 我就遲到 那麼我們如何形成 這個其他人會怎麼做呢 文化、社會規範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都有可能 好 生活中 還有哪些前進是囚犯困境 如果我們建立起來的這個 道德觀或價值觀 就是我們 不因為自己的私利 亂丟垃圾 那在這樣子的價值觀之下 我們如何去看待一個 亂丟垃圾的人 這個會影響到 我們對這個人的評價 可能會影響到 我們跟這個人的 往來的方式 是否跟他合作 或諸如此類 所以他在丟垃圾這件事情上面 他這個小的賽局裡面 他可能有一個優勢策略 就是我丟 我就丟垃圾嘛 不管別人怎麼做 但是 在他的人生的這個大的賽局 他因為丟垃圾這件事情 我們有一個 不要這個 以私害攻 不要沒功德心的這樣的價值觀 會影響到別人對他的看法 所以他在人生的其他的面向 其他的賽局 可能會 會遇到一些問題 被人家看不起 或者是諸如此類的 那麼從丟垃圾這邊出發 我們可以看到 像是二氧化碳排放 國家跟國家之間 在給定其他的國家 特定的排碳量的情況之下 可能就我們個別的國家來說 我的二氧化碳排放多一點 我們大家多吹一點冷氣更舒服 或者是我們用更污染的方式來生產 那 充GDP 可能是有好處的 但是 每個國家都這樣做 那麼造成全球暖化的問題變嚴重 我們需要思考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好 其他的例子 請大家自己思考 我們先往前 現在我們的故事 回到一開始的團隊合作 兩個部門 設計部門跟製作部門 原本公司主管 提出了分潤計畫 結果沒想到這個計畫導致兩個部門 陷入囚犯的困境 大家爭相打混 沒有解決問題 我們來看 這公司主管他需要 設計出怎樣的正確誘因的機制 來鼓勵他們的部門 能夠合作呢 給大家看 第二套計畫 現在公司主管捨棄了原本的分潤計畫 改採新的獎金計畫 公司業績目標 設為三千萬的營業額 只要能達標 製作與設計兩個部門 各自可以得到一千一百萬的獎金 如果無法達標 就沒有獎金 這兩個部門就沒有收入 你覺得這個獎金計畫可以發揮作用嗎 在這個獎金計畫之下 如果你是其中一個部門 你會全力以赴的請舉手 有些會繼續打混的請舉手 也有 一半一半 我就出三個單位的心力的請舉手 應該沒有人 OK 那我們如何分析這個情境 再次假設我是設計部門的人 如果我有心力投入 但卻沒有盡全力 那公司的業績目標就一定達不到 就變成我只有付出沒有收入 所以從這裡出發 我們會看到 在這個情境 在獎金計畫之下 做事做一半 是沒有道理的 做事做一半應該是一個劣勢策略 因為這公司獎金計畫一開始的設計 如何能夠達到三千萬的營業額 就需要兩個部門同時都全力以赴 才有可能業績達標 只要有任何一個部門沒有全力以赴 那麼目標就一定達不到 所以我們初步的分析 任何一個部門要嘛就全力以赴 要嘛就混到底 沒有做事做一半這樣的情況 好 所以大家最終一定只有全力以赴和打混 兩種可能性 那接下來就來看 如果我認為另一個部門會全力以赴 那麼我也應該全力以赴 這樣我們業績三千萬達標 我們得到一千一百萬的獎金 扣掉我全力以赴的心力成本一千萬 我還淨賺一百萬 是我的部門利潤 所以我如果認為對方會全力以赴 我就全力以赴 但是如果我認為另一個部門會打混 那麼我任何的努力都白費 我也只能跟著打混 那我的利潤為零 最後我們的分析可以得到兩種情況 但是好壞不同 這裡所發生的 是不是就是我們前面講的協調賽局 他跟剛才遲到的賽局 跟有情緒的囚犯的賽局 很相似 我們會想要去做出跟對方一樣的選擇 你全力以赴我就全力以赴 你打混我就打混 所以這時候我該投入多少心力 取決於我對另一個部門的預期比例 也就是我認為對方會怎麼做 那另一個部門一定也這樣想 所以這邊我就不重複了 我的做法取決於我認為你會怎麼做 我認為你認為我會怎麼做 依此類推 好 所以我們看到預期到底是怎樣形成的 這是我們留著接下來兩個禮拜 所要探討的一個課題 然後如果我不知道其他人會怎麼做 我該怎麼辦 我用猜的嗎 還是我從社會常規來判斷 我們可以看到在獎金制度之下 兩個部門進入了一個協調賽局 英文叫做Coordination Game 雙方都想要做出和對方一樣的選擇 在有些協調賽局之下 雙方都想要做出和對方一樣的選擇 但是也有一類的協調賽局 是雙方都想要做出跟對方不一樣的選擇 舉個例子 我有時候跟師母用手機通話 然後 講一講 收訊不良 斷線 事情還沒說完 所以我們要繼續通話 這時候會出現的問題是 誰要撥給誰 我們講話講到一半斷線了 然後接下來誰要負責去撥給對方 如果我撥 師母也撥電話 我們兩個同時撥 對方都在講話中 我們就講不上話 我有時候就會遇到這種情況 然後就一直撥一直撥一直撥 一直撥一直撥 一直講話中 如果我們兩個都不撥 等對方撥過來 兩邊都在等 結果等了三五分鐘還是沒有講上話 所以半途通話中斷之後 我們必須要很有默契的一個人回播 另外一個人等待 這樣才能夠接通 這也是另外一種協調賽局 我們兩個人需要做出跟對方不一樣的選擇 我撥電話 你等 或者是你撥電話 我等 這兩種方法 對我們來說都一樣好 是我們希望達到的 可是我們同時撥 接不通 我們同時等 也接不通 所以協調賽局有兩種 大家想要跟別人一樣 或者是大家想要跟別人不同 但是不管是怎麼樣 我們都需要去判斷 另一方人會怎麼做 所以在獎金制度之下 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賽局最後有兩種可能的結局 大家一起全力以赴 或者是一起打會 在協調賽局之下 我們思考一下 溝通協調可以幫助大家做出更好的選擇嗎 我們前面提到 在囚犯的困境底下 如果事前讓兩名囚犯來溝通 沒有辦法解決他們的問題 那麼在協調賽局之下 如果我們能夠事先溝通 會有幫助嗎 兩個部門各拍一個代表出來 你說你會全力以赴 我說我也會全力以赴 我們講好囉 然後回去 回到各自的崗位工作 我會全力以赴嗎 在給定你會全力以赴的情況之下 那全力以赴對我來講 是最佳的選擇 我會這樣做 那給定我會全力以赴的情況之下 你也會這樣做 所以我們的溝通協調 有可能幫助我們建立一個共識 而且那個共識是 你去做 我也願意去做 在我去做的情況之下 你也願意去做 所以溝通協調能夠幫助雙方 從一起打混 有可能進步到一起努力 在沒有溝通協調的情況下 我可能會猜測 他到底會怎麼做 他真的會全力以赴嗎 他會不會認為我會打混 所以他原本想全力以赴 結果他還打混 但溝通協調可以幫助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這個賽局叫做 coordination game 接下來 如果放在一個團隊 不同的人員 不同部門之間合作這樣的情境 那麼一個團隊的文化 或者是一個企業的文化 就可以 就有可能類比 我剛才講到 連南歐人的傳統 或者是德國人的傳統 這樣的狀況 如果我們創造出來的一個團隊的氛圍 就是讓大家傾向相信 當我不確定的時候 我傾向相信 其他人 大家有這個熱情 有這個動力去投入 我一開始 相信別人有熱情去投入 然後即便我是一個 理性津津計較會計算的人 我發現投入對我來說是好的 所以我投入 然後你也投入 就任人投入 所以就有一個團隊的領導者 如何塑造 創造出這樣的氛圍 讓這個氛圍去引導 團隊裡面不同部門 或不同人員 大家如何來預期 如何來判斷別人會怎麼做 這樣子的文化 可以成為公司內部的協調機制 我們從理論的角度來講好像很簡單 但是實際上的落實 其實它是一門管理的藝術 好我們剛才比較了這個分潤制度 我們也比較了這個獎金制度 我們用一個同樣一個團隊合作的情境 我們會發現不同的薪酬制度設計 可能會大幅影響團隊的誘因 因此我們這學期到後半 後三分之一的時候 我們有好幾個禮拜的時間 會把重點放在一個領域 叫做機制設計 我們如何為一個組織 為一個群體來設計制度 然後這個制度讓所有賽局參與者 進入某一種賽局 讓大家在這個賽局裡面 是發揮正向的誘因 然後能夠更團結 或者合作更好 或解決這個團隊 這個團體原本 這個群體原本所面對到的難題 這支文獻這個領域叫做機制設計 我們會花幾個禮拜的時間在這上面 而制度的設計 機制設計 其實它除了要結合賽局的科學 它可能還要結合對人性的理解 所以它是科學跟藝術的結合 現在我們做一點衍生 我們剛才講到協調賽局 這個獎金制度之下的團隊合作 或者是剛才這個遲到的賽局 或是有情緒的囚犯 正好是政治哲學思想家 盧梭筆下的所描繪的一個賽局 叫做獵路賽局 Stack on Game 盧梭曾經在他的著作裡面 來探討人類社會所面臨的一個難題 所以他就講了一個預言故事 兩個獵人一起去打獵 他們的目標是獵路 Stack 我前幾年看過一些野外求生的實境秀 然後獵人要打獵 必須要合作 因為路可能會跑很快 所以一開始你跟我 我們分兩頭埋伏等待 等到有路從我面前出現了 然後我開槍 可能我打不準 然後路就開始跑 那我就開始把他引導 往你埋伏的地方跑過去 然後我們前後夾擊打獵成功 所以我們假設打獵 獵路 需要團隊合作 需要兩個獵人合作 但另外一方面獵人出去工作 他也可以看到 身邊有兔子經過 那我就兔子好抓 我就徒手 或者是用什麼方式 我一個人之力 就可以抓兔子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故事 兩個獵人出發 雙方必須要合作 你獵路 我也獵路 假設他們就能夠 那一天他們就能夠順利的 帶一頭路回家 那一頭路可以提供四人份的肉 所以每個獵人可以分到 這個兩天份的肉 你的報酬是二 我的報酬是二 假設你在配合我準備獵路 可是OK 你跟我我們已經分頭埋伏了 但這個時候我想一想的不對啊 我也可以抓了兔子 帶回去 那我也是有收穫的 所以如果你獵路 我選擇捉兔 那最後我抓了一隻兔子回家 夠我一個人吃一天 然後只有你一個人想要獵路 沒有我的配合 你那天空手而回 我的一你的零 反過來說 如果我想要配合另外一位獵人獵路 而他跑去抓兔子 我得零 他得一 還有一種狀況就是 他跟我 我們各自看到眼前的兔子 就抓回去 我們彼此都得一 這是當年 盧梭所提出來 所刻畫的這個故事 那如果我幫他加上一些數字 就可以寫成投影片上的這個表 兩個賽局參與者獵人甲乙 每一個賽局參與者各面對兩個選擇 獵路跟捉兔 然後大家不同的行動的組合 會帶來四種不同的結局 會影響到他們各自的報酬 在這個賽局當中 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到 如果我知道對方會獵路 對我獵人甲來說 我會選擇獵路 勝過捉兔 但如果我判斷對方會選擇捉兔 對我獵人甲來說 我會選擇捉兔得到一 勝過我一個人獵路 空手而回 所以獵路賽局就是我們先前看到的協調賽局 我們彼此都想要迎合 去配合對方的行動 你合作我就合作 你只求自己就好 我也只求自己就好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放在真實的社會裡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看這張表 你會覺得很簡單啊 不是很明顯嗎 我們大家就一起列路 而且這個故事裡面是沒有風險的 我們都合作列路 我們最後一定有收穫 似乎很簡單 但是放在真實世界就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我怎麼判斷別人會怎麼做 我們之間有沒有信任 如果出於任何的原因 我對你沒有信任 我認為你會列路的這個幾率 你會合作配合的幾率不大 那麼即便我知道 我們兩個一起列路 兩個都可以一起變得更好 只因為我不信任你 我選擇捉兔 你不信任我你選擇捉兔 或是你認為我不信任你你選擇捉兔 我們就有可能 這兩個獵人就有可能陷在 右下角的這個情境 在這個社會當中 大家可以合作 共創雙贏的 但是卻每個人都只顧自己 只求自己的好 左上角跟右下角 都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但失去了那個信任 我們有可能發生在右下角 而在右下角的情況之下 每一個人的處境 每一個人得到的報酬 都比左上角的這個列路的均衡 要來的更差 所以列路賽局是一種協調賽局 在這個賽局當中 大家會遇到的困難 是如何形成那個信任 讓我們一起進到那個 共好的均衡當中 而且我們可以換一個方式來分析 列路的本質是什麼 如果我們能夠合作列路 最後是高報酬 可是這個高報酬必須要仰賴團隊合作 那個風險來自於別人會怎麼做 那個風險來自於我判斷 別人會怎麼做 但或者是抓兔呢 是低風險 或是無風險 不求人 完全靠自己 但是我可以有一點點 我確定我可以得到的這個保障 跟利益 剛講到這兩個人列路 可能你說好 那大家就溝通一下 一起合作 但是如果我們故事把它擴大 某一個任務 需要三個人都合作 才能成事 缺一不可 那是不是我們要達到三個人 都相信其他的所有人 會合作我才會合作 然後那個合作的挑戰就增加了 如果我們這個任務 需要四個人團隊合作 需要一百個人團隊合作 如果這個任務是需要很多人 一起團隊合作 而且缺一不可 那麼這時候我們每個人思考 另外九十九個人都要努力 我在努力 我們才把任務完成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變得非常好 整個社會可以非常繁榮 但是如果其他人不用全部 其他人裡面有一個比例的人 他不配合 他是害群之馬 那我們每一個人的投入 我們每一個人的配合跟努力 都付諸流水 那麼大家就跟著不努力 所以你會發現在列路賽局 這個情境裡面 如果需要的人變多 那個溝通協調的難度會增加 需要的人變多 我們就要事前判斷 每一個人都要配合 好 那個機率不是很大 所以人數越多 溝通協調所帶來的挑戰 就越大 生活中有哪些列路賽局 我們剛才已經看到幾個不同的例子了 包括遲到 包括有情趣的囚犯 那麼列路賽局可以怎麼解決 我們剛才也簡單的提過幾種不同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溝通 第二個事情是怎麼溝通 或許需要有人先站出來 跟大家說明跟大家解釋 所以那個領導者的角色就變得重要 第三種情況是 這兩個獵人 我們回到這兩個獵人的情境 他們是同時做決策 要列路還捉吐 但是你如果想像其中一個獵人甲先出來 我不知道他用什麼方法 假設他可以率先站起來說我會列路 而且他提出了一個可信的證明 來說服對方我會合作 那麼在知道獵人甲會合作列路的情況之下 那獵人甲的最佳選擇也是合作列路 所以在這個列路賽局的另外一個解方 可能是有人扮演領導的角色 不僅是幫助他溝通協調 而且這個領導者他身先氏足 大家看到有人先列路 有人先合作了 所以第二個人願意加入配合 第三個人願意加入配合 這個方法叫做身先氏足 第四種方法就是我剛才前面講到的 這個社群裡面的人 這個團隊裡面的人 他們是不是形成一種文化 而這個文化可以引導他們 預期別人會怎麼做 如果這個文化是正向的 那麼大家就更容易形成列路 共好的這個均衡 再下來一種方法呢 我們剛剛一直提到信任這個詞 可是信任要怎麼形成 信任可能取決於我們過去的互動 我們過去的互動又再取決於我們過去的互動 所以當我們兩個人會現在陷入 屬於這種列路賽局本質的情境裡面的時候 如果我們有機會多次反覆的互動 或是我們一開始互動的時候 我們所牽涉到的報酬沒有那麼巨大 然後我們從小的合作開始 合作成功 然後我們中型的合作成功 我們彼此信任彼此 以至於我們到很大的一個賽局 就是影響到的報酬的分量很大的賽局當中的時候 我們的信任已經存在 我認為你會合作列路 你也認為我會合作列路 然後我們都執行出來 這是我們面對列路賽局可以有的一些不同的思考 從這裡出發 我跟大家簡單的整理歸納一下 賽局策略互動情境 但是在一個很簡化的賽局當中 像是今天囚犯的困境 或是列路賽局 我們可以找到幾個賽局的基本元素 所謂基本元素就是你要描繪一個策略互動情境 你把這個基本元素都說明了 這個賽局你就介紹完了 第一個基本元素就是參與者 在囚犯的困境當中就是囚犯甲跟乙 列路賽局中就是列路甲跟乙 第二個元素叫做策略選擇 在囚犯的困境當中 每一個囚犯能夠選擇 揭墨或者是招供 列路賽局當中大家可以選擇 列路或者是著途 策略就是每一個參與者面對哪些選擇 第三個重要的元素 是這個賽局不同的結局 所能帶給參與者的報酬 兩個人都招供 我們各自坐牢多少人 你招供我揭墨 我們各自坐牢多少人 所以當參與者各自採取了不同的策略之下 這個賽局所得到的這個結局 會給每個參與者各有多少的報酬 這是我們所要的 這是我們在描述一個賽局的時候 必須要加進去的元素 還有沒有其他 剛才囚犯墾丁的列路賽局 都屬於一個類型 叫做同步行動賽局 你跟我我們是同時決定 要怎麼做 而且在我們做決策的時候 我們觀察不到 我們看不到其他人會怎麼做 這是同步行動賽局 而且資訊是完全透明的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參與者策略選擇 加上報酬 這三個元素掌握到 我們就能夠清楚 完整的描述一個賽局 我們就能夠抓到這個賽局的本質 並加以分析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在有些賽局裡面 大家不是同步行動 而是依序行動 像我們上個禮拜看到 新廠商跟老廠商之間的工房站 柔道策略 新廠商先決定他的生產規模 跟價格 老廠商再決定他要容忍 還是迎戰 所以在意序行動賽局 或者是非同步行動賽局當中 時間就是一個重要的元素 誰先有機會做選擇 然後是誰 此外呢 在很多生活中 我們會遇到的狀況當中 資訊是一個重要的元素 你知道些什麼 我知道些什麼 我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些什麼 你知不知道我知不知道些什麼 這個課題 我們這學期的後半 面對不完全訊息的賽局 我們這學期的後半 會做比較多的探討 現在我們進入 我們這學期的第二個單元 主要跟大家談的 叫做規則裡的細節 我們會聊一些不同的 依序行動的賽局 然後看這個賽局的規則 如何會影響到它的結果 我先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這個單元規則裡的細節 大家有興趣看書的 可以參考The Art of Strategy 這本書的第二章 或者它的中文版是 思辨賽局 但是那個中文的翻譯 我不太喜歡 因為我覺得中藝本 那個中文本身要非常的流暢 才能夠把邏輯釐清 否則像賽局理論這樣是高度仰賴 邏輯思考的東西 如果那個易稿不精確 大家讀起來就會覺得看不懂 但其實可能是中文易稿的問題 而不是你的問題 所以有機會 可以鼓勵大家讀英文 那或者是我的講義裡面的一些 一些有數字的實例 是從書上面取出來的 第二個補充的是 今天有發一張講義給大家 是關於標題是總統否決權 那個講義的第二頁 我列了一個表格 然後是國會跟總統的偏好 那我今天上課要跟大家解析的案例 不會用到你講義上的這一組偏好 我會用到的是我黑板上抄的這一組 所以大家等一下有空 可以先把這些數字先筆記 到你自己的講義上 那我們分析的時候 你就有一個偏好的表可以參考 這堂課跟大家聊兩個不同的賽局 都很簡單很簡化 第一個我稱之為借貸賽局 這個賽局就是發生在你跟我之間 我基本上一個窮光蛋 但是充滿了點子 創業的點子 如果我能夠得到一百萬 付諸實踐 那我有可能這樣子 創造出這個五百萬的這個利潤 你我們假設是一個資本家 你有錢 那麼為了要創業實踐我的想法 那麼我需要借錢才能夠去執行 所以我們的故事是這樣的 發生在你跟我之間 我跟你借錢說 我有個點子要創業 你借我一百萬好不好 所以在這個賽局的一開始 是由你來做決策 你可以決定不借 或者是借我一百 如果你不借 我也沒有別的辦法 我沒有錢 所以最後呢 我什麼都不能做 我付出是零 得到的是零 你也是 這個零指的是 我們都處在我們原本的狀態 我們處在我們的現狀 或者你可以決定 好 就借我一百 那麼我得到了你的這一百萬 去創業 去生財 讓一百萬變成五百萬 但這時候 我的抉擇就來了 第一個 我可以違背約定 我把你的一百萬變成五百萬 我可以違背約定 捲款潛逃 在我被約的情況之下呢 我就帶著這五百萬 遠走高飛到解家地方去 對你來說呢 你借給我一百萬 血本無歸 所以你最後的報酬是-100 -100 變成真 我是真五百 這個框框裡面的第一個數字 是你的報酬 第二個數字是我的報酬 或者我遵守約定 我的約定是什麼呢 我把你的一百萬變成五百萬 然後之後 我把你的一百萬變成五百萬 然後我們來對分這一筆錢 那麼我自己留下兩百五十萬 你呢 一百萬變成五百萬 我還你兩百五 但是你原本給了我一百 所以對你來說 跟你原始的狀態相比 你是近賺一百五 這是我們的故事 這邊為止有沒有問題 現在 我問題丟給你 我跟你借錢 你要借我嗎 我們假設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賽局 然後我們在假設我們所處的是一個 一個無法無天 一個沒有法律系統的一個社會 然後我們沒有辦法透過簽戒條簽約 來做任何的承諾 我跟你借錢就是口頭的 然後我的約定就是口頭的 OK 借我一百萬變成五百萬之後 我們來平分這五百萬 這是我的口頭所說的事情 那麼你要相信我嗎 好 這樣子的一個賽局 我們現在把它在頭影片上畫成這樣 稱之為賽局術 那我們要怎麼分析 我們第一步可以去思考 如果你真的借了我一百萬 那麼你判斷我會怎麼做 假設我們彼此 我們在乎的就是我們手上的錢有多少 那麼對我來說 當我把一百變成五百 我如果被約 我得到五百 我如果守約 我分還兩百五十萬給你 我自己拿兩百五 五百大於兩百 如果在乎的就是這筆錢 那麼我會被約 如果你不借我錢 那我什麼都沒辦法做 好 除在這裡 接下來我們要思考 你要不要借我錢呢 我們知道說 在你借我一百的情況之下 我會被約 你最後學本無歸得負一百 在你不借的情況之下 你起碼是留在原始的狀態 不正不負 你得到零 那麼零大於負一百 最後你的判斷 不借我錢 到這裡為止的分析 看起來都很簡單 但是我們來思考一件事 在剛才這個故事裡面 實際發生的狀況就是 你不借我錢 然後我的創意點子 沒有辦法變成是一個創業計畫 沒有辦法用它來創造價值 來生財 所以我們實際上發生的狀況是 你得到零 我也得到零 可是如果我們觀看這個賽局 它可能存在的結局 當中中間這個 如果我會守曰 如果你會借我一百 然後我又守曰 最後你可以盡得一百五 我盡得兩百五 這是一個存在的可能性 下面紅色圈圈是實際上發生的狀況 如果我們把這兩種結局拿來比較 你會發現 在存在的這個可能性當中 你跟我 資本家跟創業家 兩個人的報酬都提高了 你跟我兩個人的報酬 可以從零跟零 變到一百五跟兩百五 這個在經濟學裡面 大家稱為 paratal improvement 每個人的報酬都增加 然後任何人報酬的增加 不需要以其他人報酬減少 作為犧牲 所以從這裡來看 這個狀況是不是有點像囚犯的困境 它有點吊詭 它存在一個讓兩方都能夠更好的結局 可是我們達不到 我們現在零跟零的這個地方 那麼接下來要問的問題是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在經濟學裡面 我們稱這樣子的 形態的賽局 稱為是一個委託人 跟代理人之間的關係 在這個故事裡面 你是委託人 我是代理人 你把你的這一百萬 託付給我 我拿了這一百萬 我可以去善用 我可以用它去生財 但是照理說 我得到你的委託去管理這筆錢財 我應該做的事情是符合你的利益跟需要 可是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代理人 也就是我 擁有一個錯誤的誘因 去做出對委託人不利的事情 把你的錢拐走 從這裡出發 我們要思考一個很本質性 委託人跟代理人之間的關係 而剛才那樣子的問題 明明你借我錢 然後我一約歸還 連本代曆歸還 可以讓雙方都更好 卻達不到 這我們稱為 the agency problem 代理人問題 也就是身為代理人的我 存在一個錯誤的誘因 會做出對委託人不利的選擇 這樣委託人跟代理人之間的關係 可以出現在借貸 也可以出現在團隊裡面 我老闆聘一個員工來做事 那麼照理說 員工應該要做些事情 是能夠為公司創造價值 創造收入 創造利潤 但是員工可能會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這家公司所聘的高階經理人 可能做一些事情 對他們自己個人有利 可是卻對公司有害 或是他個人可以更輕鬆 但是因此縮小了 公司能夠獲利的可能 這是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委託人跟代理人之間的關係 或者在政治上面 我們可以想像 人民或選民是委託人 透過選舉的制度 我們產生了 OK 不同的這個政府官員 政府的首長 應該要為人民服務 那麼得到委託 或得到選民授權托付的這些政治人物 他們的決策究竟是對全民有利 還是對他們的選民有利 還是對他們的個人有利 這裡也存在了委託跟代理之間的關係 也潛在有可能出現代理人問題 那麼這個代理人問題 大家可能在經濟學原理 或者是各經的教科書裡面 有提到另外一個詞 叫做道德風險 Moral hazard 講的是一樣的 代理人可能擁有錯誤的誘因 做出對委託人不利的選擇 那麼我現在的問題就是 回到我們這個借代的賽局 這樣的狀況有沒有可能可以改變 我回到這張圖好了 至少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故事是怎麼樣 這個局面有沒有可能改變 讓我們你我雙方 讓我們從這個實際發生的無法創造價值的結局 能夠轉變成存在 然後讓雙方都可以得到更多的這個結果 有什麼方式可以幫助我們做到 我先講一個顯而易見的答案 建立一個法律體系 然後我們存在我們的法律系統 然後我跟你借錢 其實我們是簽一個合約 或者寫一個借條 但是我有我們的法律系統 來確保我們之間的合約 是最後是可以被執行的 我跟你簽了合約 我約定你 OK之後 一百變五百了之後 我們再對分 再連本代曆歸還你 兩百五 那麼如果我們簽了這個合約 因為我卻沒有執行 那我可能需要負法律上的責任 那麼我可能會受到這個懲處 諸如此類 那麼我們建立的這個法律體系 可以確保這個被約的人 他會受到 他當然可以捲款 可是他有可能東窗事發 然後他會需要被懲處 以至於他最後的報酬可能是五百 減掉他所得的這個Penalty 當這個Penalty夠大 或當這個Penalty會發生的幾率夠大 有可能這個代理人 他就發現被約 華布萊 首約對他來說比較好 那麼大家在這個法律制度之下 就按照合約上面的約定來執行 那麼因此你信任這個法律系統 你相信我會遵照這個合約來還錢 因此你就願意借我錢 然後我遵守約定 這是一種狀況 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來思考一下 如果我們有抵押品 會遇到什麼情況 我跟你借一百萬 然後我把我的房子抵押給你 抵押品怎麼運作 如果我沒有依照約定還錢 那麼這個抵押品就從我的變成是你的 我跟你借錢然後抵押我的房子 如果我捲款錢還沒有依約還錢 我的房子就變成你的房子 所以我們面對剛才同樣的賽局 但是不同的結局所對應到 你我的報酬開始改變了 我如果拿到這一百萬 一百變五百之後我被約 那麼我雖然得到五百 可是我的房子沒了 因為我沒有還錢 那麼你付一百加上房 面對到這樣的局面 假設我取得到你這一百萬 我可能就要來計算一下 如果這個我抵押品的價值夠高 那麼有可能造成五百 減掉房子的價值 是小於我遵守約定的這兩百五十萬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抵押的房子的價值夠高 就可能造成我遵守約定 可以得到較高的報酬兩百五 被約會得到較低的報酬五百減掉房 因此我就守約 在我守約的情況之下 對你來說 當然是借這一百萬給我會比較好 原本代理人的問題 因此就解決了 這是抵押品的存在 如何可以幫助我們克服這個代理人的問題 接下來我們思考另外一個問題 抵押品一定要是一個具體的 看得見摸得到的資產嗎 我們的抵押品有沒有可能是一個抽象的東西 比方說是我的reputation 我的信義 或者是我的信用 一個人的信用 能不能夠詮釋成他在跟別人互動的時候 的一個抵押品 假設我們活在社會上 我們之間的互動不是只有這麼一次 今天我有需要 我有個創業的點子 我跟你借錢或爭取你的投資 可能明天我有別的 因為其他的原因 我有別的理由會需要借錢 或者是爭取投資 那麼在這個時候 你可能就要判斷 這個人是不是一個守信用的人 那麼在你我的互動當中 我可能發現 遵守約定 就是我怎麼承諾 就做什麼事情 但我也可以被約 我就把這就捲款 然後人就溜至大吉 但是一旦我做出被約的事情 我會影響到別人對我的看法跟判斷 你會發現 我是一個不牢靠不可信的人 那麼這件事情會影響到 在未來其他人跟我互動 或是你跟我互動的時候 你要不要再相信我 在未來當我有需要的時候 不管是緊急的狀況 還是有好的計劃要去實踐 在我有需要的時候 你未來不會再相信我 不會再借我錢 你可以想像到 做一個擁有信用這件事情 是可以讓人在當他有需要的時候 別人願意支援他 或者是借他錢 然後他知道他會按照約定來回報來歸還 所以這個信用本身是可以創造價值的 我們可以把信用這件事情 想像成是一個無形的資產 而這個資產是讓我在未來 與別人交往的時候 他們會相信我 以致我要借錢的時候可以借得到 但是如果我拿了錢被約 那麼我賬面上得到這五百萬 但是我失去了我的信用 當這個信用的價值夠大 或是當這個當事人 他足夠的重視他的信用的時候 有可能造成這五百減掉信用 其實是小於兩百五十萬 所以在一個社會裡面 如果你跟我們是可以 反覆有機會的互動 不停的我需要借錢 那次我可以用你的錢 來把他生財 然後我們再分 不停的有這個機會 當我們有反覆的互動的時候 我如何遵守約定 建立信用或維持信用 這件事情因此就變得重要 接下來我們來看另外一個課題 是今天的講義 總統否決權裡面所要提的 我們同樣要來看這個賽局的規則 會如何影響到結果 我們把它放在政治上 政策的決定 我所要大家思考的一個 背後的一個大的問題是 當法律賦予一個人更多的權利 真的就會讓那個人更有權利嗎 透過等一下的這個分析 我要大家看的事情是 法律所給予的權利 跟一個人實質上所擁有的權利 或是能展現的力量 兩者會不會產生落差 要思考這件事情我們來看 美國總統的否決權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七項規定 法案經過國會參眾兩院通過後 應該要送交總統 總統應該要在十天以內 星期日不算 總統應該要在十天以內 簽署法案使其生效 或者總統可以否決那個法案 將他退回國會 所以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 總統的否決權 可是否決權不是光只有否決而已 否決權賦予總統能夠否決哪些東西 他必須要整個把法案包裹起來 統一接受或是一併否決 還是總統能不能有權利片面的接受 通過的法案裡面的部分條文 然後否決其他條文 所以美國總統的否決權目前 只允許總統將法案視為一個整體 要不然就簽署整個法案 要不然就否決整個法案 那目前的美國制度 並不允許總統使用單項否決權 英文叫做Line Item Veto 所謂單項否決權 就是指總統或行政首長 他有權否決法案中的部分條文 然後簽署法案的其他條文 讓他們生效 那麼在美國的政治上 單項否決權Line Item Veto 一直是很有爭議性的制度設計 在1996年 美國國會一度通過 賦予總統單項否決權 但是在1998年 Clinton vs City of New York的法案中 總統的單項否決權 被最高法院判決違憲 我們現在先不管 背後這些憲政問題的爭議 我們單純來思考 如果讓美國總統 或者在一個抽象的情境裡面 讓一個決策主管或總統 擁有單項否決權 真的會讓總統變得更有權力嗎 真的有辦法 真的因此有辦法 讓總統能夠將法案 引導到他喜歡的方向嗎 這是我們要來看的事情 我等一下跟大家示範的這個案例 示範的這個分析 其實我們是可以應用到 更寫實的情境當中 讓我們來思考制度設計 以及制度設計中不同的細節 有或沒有怎麼調整 會如何全盤的大幅的影響到 這個賽局的運作 以及最後 到底什麼樣的法案 什麼樣的政策 被制定出來 好 所以先跟大家介紹 單項否決權 Line Item Veto 行政首長有權 否決法案中的部分條文 並簽署其他條文 我們先把這個故事簡化 只有兩個參與者 國會跟總統 當然你可以跟我說 國會裡面還有不同政黨的議員 就算同樣政黨的議員 他們的意見 也不一定要一樣 但是我們先簡化分析 假設 國會就是一整個整體 國會就是一個賽局參與者 他們有自己的偏好 然後一致的行動 兩個參與者 國會跟總統 現在國會正在審查一個預算案 這個預算案當中 包含了兩個支出項目 A跟B 所以國會在面對這個預算案 他們的審查可以有四種結果 第一個是我的預算案 只包含了項目A 第二個是我只包含項目B 第三個是我AB兩個支出項目都囊括在裡面 那我的支出會更多 可是我要實施的這個計畫也更多 第四種就是不通過這個預算案 我們就維持現狀 Status Core 所以我們現在國會審查法案 面對四種可能的結局 在預算案通過的情況之下 總統可以選擇簽署或否決 但我們假設只要總統行使否決權 這個立法的結果就會維持現狀 就會保持Status Core A跟B兩者都沒有 那我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國會跟總統他們各自的偏好 等一下我投影片會往前跳 大家要參考也可以看 黑板上抄的這個偏好表 內容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跟你們講義上寫的是不一樣 你們講義上的偏好表 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練習 看看從你們講義上的偏好出發 那麼在這個制度裡面 總統有普通的否決權 或有分享否決權 會帶來什麼不同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從這個偏好表 我們來解讀一下 這個總統跟國會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 在這個偏好表當中 因為有四種結局 所以對於每一個賽局參與者 我讓他們把四種結局 四三二一給分 給四分的是我最喜歡的 三分的是其次 兩分的是再其次 一分的是我最不喜歡的結局 所以對國會來講 他們最希望法案A通過 其次是A加B 再來是維持現狀 他們非常討厭項目B 希望B不要實施 但是總統的偏好相反 總統最希望是我們只實施 我們實施的法案只有包含項目B 其次是A加B 再來是維持現狀 最差的情況是只有項目A付諸實踐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總統跟國會之間 對於該推什麼項目 兩者有很大的歧見 你最喜歡的是我最討厭的 我最喜歡的是你最討厭的 但是呢 光從偏好來看 國會跟總統之間 他們是願意妥協的 我喜歡 假如我是總統 我喜歡B 我不喜歡A 但是如果A加B一起呢 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喜歡的那個項目 有獲得實施 我還好 所以 我們對A跟B的看法 有很深的歧見 但是我們相對來說 願意妥協 AB都有 或AB都沒有 這是他們偏好背後 所透露出來的一個本質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分別來看兩種狀況 第一種狀況是 假設總統只有否決權 但是他沒有單向否決權 這個法案 總統必須要整個包裹 全部接受 或者是全盤否決 所謂全盤否決 就是狀態 就回到維持現狀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來看看 最後立法的結果 會如何 我們假設國會跟總統 各自都是追求 根據自己的偏好 希望自己的報酬 能夠越高越好 希望立法的結果 能夠進到他們的偏好 越前面越好 我們怎麼做這件事 我們這個賽局的故事 第一階段是 國會選擇他們立法的結果 只有A只有B A加B 或者是維持現狀 在國會做完了選擇之後 進入第二階段 是總統可以決定 我要全盤否決 或者是全盤接受 然後我們就得到最後 立法的結果 我們能不能夠把 這兩個階段 的這個賽局 同樣的用我們先前 看借貸賽局的這個 Game Tree 用這個樹狀圖的方式來表示呢 我就試著 在投影片上面把它畫出來 一開始做決策的人 是國會 所以第一個節點放的是 第一階段需要做決策的 這個賽局參選者是國會 他有四個選擇 最上面一條線A加B 第二條線A 第三條線 這個法案只包含項目B 第四個是維持現狀 在國會做完了選擇之後 就輪到總統做決策 如果國會選擇維持現狀 不立任何新的法 那麼總統也沒事做 那麼最後 結果的結局就是 法案維持現狀 總統跟國會各自得到 OK 報酬是2 參考 左手邊A版上面這個報酬表 如果是 國會通過的法案是 A B都包含在其中 總統可以簽署 簽署之後 A B都實施 總統跟國 國會跟總統各自都得到3 3跟3 總統也可以否決 總統只要否決 法案的狀態 就回到現狀 面對現狀 國會跟總統各自的報酬都是2 2跟2 再來呢 如果國會通過法案A 總統簽署 最後就法案A 獲得實施 法案B沒有 那這個是 國會喜歡的 最喜歡的狀況 總統最討厭的 所以是4跟1 總統如果否決 回到維持現狀 2跟2 依此類推 如果國會通過的法案 只包含了項目B 總統簽署 就得到他最喜歡的狀況 1跟4 否決得到2跟2 依此類推 所以這個環節 大家要能夠學會 能夠掌握的是 你怎麼把一個文字敘述的故事 能夠轉譯成樹狀圖 針對依序行動賽局 後來這個樹狀圖 我們就開始分析 會發生什麼事情 目前為止 依序行動賽局 我們已經分析過柔道策略 分析過前面的借貸賽局 我們所用的方法 其實萬變不離其中 都是先思考 對方會怎麼回應 我第一階段做了什麼事 然後之後在第二階段 有權利來做決策的人 他會如何回應 而這種思考方式 其實就叫做反推法 或者是英文 英文上面叫做backward induction 所以從柔道策略借貸賽局 到我們現在 總統否決權 其實我們在練習的 是面對依序行動賽局 我們運用backward induction的邏輯來思考 如果這個賽局進到第二階段 在第二階段做決策的人會怎麼做 我們分析完第二階段會發生的事情 我們再反推回來 對第一階段的決策者來講 他該怎麼選擇是最好 所以對應到樹狀圖 我們就看 假設國會已經通過了法案 這包含A跟B 那這個情況之下 總統會做什麼事 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框框裡面的數字 左邊第一個數字 是代表國會的報酬 右邊第二個數字 是代表總統的報酬 在法案包含A加B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對總統來說 3大於2 所以總統會簽署A加B 當國會通過的法案子 包含項目A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總統面對到1小於2 總統會否決 我們這個總統是非常討厭法案A的 項目A的 所以總統會否決 當國會通過的法案子 包含B的情況之下 總統4大於2 他會簽署 然後維持現狀就維持現狀 好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接下來 從國會的角度出發 我們剛才分析完第二階段 然後我們回到第一階段 對國會來說 我能夠預測 當我通過不同版本的法案 總統會怎麼做 我知道我選A加B總統會簽署 因此國會會得到報酬3 我國會通過 我國會的法案選擇A 總統會否決 所以我國會面對現狀得到的報酬是2 我國會的法案通過B 總統會簽署 我國會最後得到我最討厭的這個狀態 我的報酬是B 如果維持現狀 國會會得到2 所以對國會來說 我知道我的4個選擇 會把我引導到4種不同的立法的結局 對應到我的報酬 那哪一個對國會最好呢 最上面的 所以在這個賽局當中 我們可能判斷 國會會通過A加B的法案版本 總統會簽署 然後兩者得到的報酬 各自是3和3 所以我這裡黑板上面 我做一個整理 在不允許分向否決權 只有傳統的否決權的情況之下 最後我們的立法的結果 是A加B 然後國會跟總統的報酬 各自是3 好 這是第一個階段 接下來我們思考第二個問題 假設總統有傳統的否決權 但他也有單向否決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最後的立法結果會變成怎樣 好 先不管這個紅色的箭頭 我們先來看 國會面對到四個選擇 A加B AB跟現狀 在現狀的情況之下 總統什麼都不用做 現在問題發生 當國會通過的法案版本 是A加B的情況之下 總統有四個選擇 他的第一個選擇是我簽署 A加B我都接受 那麼最後 國會跟總統的報酬都是3 第二個可能性是總統 他否決A接受B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最後的立法結果 相當於是 只有B會付諸實施 那這時候 這是總統最喜歡的情況 國會最討厭的 所以國會跟總統的報酬是1跟4 那總統也可以 只否決B 讓A通過 那這是總統最討厭 國會最喜歡的情況 他們的報酬是4跟1 最後是總統 A跟B兩者都否決 他們維持現狀 導致2跟2 這個賽局 其他的環節 發生的事情是一樣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國會通過的法案版本是A加B 那這時候總統會怎麼選 總統會否決A 然後通過的法案只有B 那是他最喜歡的狀況 那麼如果 國會通過的法案版本是A 總統否決 通過的法案版本是B 總統簽署 或者是國會什麼都不做 維持現狀 那麼 什麼都不做維持現狀 那麼國會跟總統都是得到2 我們分析完了第二階段 當總統面對國會通過不同版本的法案會怎麼做之後 我們現在就退回到第一階段 看國會要怎麼選 所以國會知道說 當我選擇A跟B 那麼最後相當於是只有法案B 會通過會實施 所以國會最後得到的報酬會是1 當國會通過法案A 他得到的報酬是2 國會通過法案B 他得到的報酬是1 或者是國會維持現狀 他得到是2 在這個故事裡面你會發現 不管國會做什麼 最後只有2種可能的情況 一個是維持現狀 第二個呢是 這個總統最喜歡的B 會實施 然後國會最喜歡的A 永遠沒有機會 所以到頭來 國會要不然就直接 要不然就通過這個法案 版本A讓總統去否決 要不然國會就知道說 我不管做什麼最後都被總統否決了 那我就乾脆什麼都不要做 維持現狀 所以我們整理一下 在這個版本的故事裡面 當存在分項否決權的時候 最後就是A B都沒有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對於國會跟 總統來說 他們各自能夠得到的報酬 都是2 在這個例子當中 我們可以想一想 傳統的否決權是包裹接受 或包裹退回 乍看之下 單項否決權 好像是讓總統 擁有更大的權利 因為面對一個通過的法案 我可以決定這個法案的局部 哪些我要接受 哪些我要否決 可是從這個具體的例子 所謂從這個具體例子 就從這一組 國會跟總統的偏好出發的 這個例子當中來看 擁有單項否決權 真的可以讓總統 把法案結果 推向他更喜歡的方向嗎 我們看到是沒有分項否決權的時候 總統最後得到的報酬是3 總統跟國會會得到一個妥協版本的法案 A跟B 彼此最喜歡的這個項目 都能擴進去 但是當我們賦予總統分項否決權的情況之下 反而導致國會不作為 然後大家停在現況 總統只有得到2 在這個案例當中我們看到 總統多賦予他分項否決權 反而導致總統最後得到的報酬降低 最後通過的法案結果 離他喜歡的是越來越遠 我要請大家思考一下 我們剛才是用game tree 賽局數來分析 那麼一旦你把這個賽局數畫出來 後面的部分就很致視 就是 但是我們停下來思考一下 背後的這個直觀上的原理 究竟是什麼樣的機制 導致我們賦予總統分項否決權 可是結局卻離總統想要的越遠 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結果 在這個例子當中 如果總統沒有分項否決權 當一個妥協的 妥協版本的法案 A加B通過的時候 對總統來說 有我喜歡的 有我不喜歡的 兩者我都接受 會勝過兩者都沒有 那麼總統可能會被迫 接受那個妥協版本 A加B 可是當總統擁有分項否決權的時候 一盤菜端上去他可以挑 這個我要吃這個我不要 所以會讓這個折中版本 讓這個妥協的版本 最後沒有辦法付諸實現 因為當一個妥協的版本 A跟B都難過 提到總統面前的時候 他多了這個權力 這個權力很大喔 他多了那個權力 是把這個法案當中 他喜歡的部分留下來 不喜歡的部分移掉 這個權力本身 本質上來說是很大的 但是就因為這個權力很大 而一個理性的國會 會預料到說 一旦我們通過一個 折中版A加B版本的法案 總統有可能會使用 或者是濫用 他的這個龐大的分項否決權 所以一開始從國會的角度出發 我們就根本不尋求妥協 A加B這個版本 我根本就不提出來的 因為這個原因 分項否決權讓總統可以挑三拣四 拣他喜歡的 踢除他不喜歡的 但是因為事態如果發展到那個地步 總統可以有非常大的權力 而這個權力會導致總統做出 國會非常不喜歡的事情 所以國會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就不會允許那個版本的法案過關 國會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就寧可我什麼都不做 維持現狀 這個就是我上個禮拜跟大家講的 賽局策略互動情境 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在這個案例當中 分項否決權從法律的角度來看 總統的權力更大了 原本他沒辦法挑三拣四的 否決現在他可以了 這個是作用力 可是這個作用力存在 不能夠保證總統實質的權力增加 因為面對到他這麼大的一個權力 國會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要想辦法預防或想辦法反制 而國會預防的方式 就是我也不要推出任何妥協的版本 我不要去思考你喜歡的我喜歡的都放進去 我們直接就停留在原地 因為當我願意妥協的時候 你會用你的分項否決權 把你喜歡我討厭的留下來 把我喜歡你討厭的剔除 最後的結果對我國會來說是更不利 是這樣的結果 所以 總統沒有辦法因為他實質的 法律上的權力增加 而擴張他實質的權力 是因為這個 法律上賦予他權力 的這件事情 讓我改變了國會 在第一階段 立法的時候 所做的選擇 然後為了去克制這個總統 會是這樣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觀念的運用 所以從這裡 我們來思考一件事情 法律所賦予的權力是 power de facto 然後實質 實際上擁有的力量是 power de facto 那麼這兩者我們要分開看 從賽局理論的角度出發 我們面對到制度 面對到法律所賦予的權力 我們必須要投入不同的情境 去分析 來思考看看擁有這個權力的人 他是不是真正的力量有變大 回去請大家思考兩個課題 第一個課題是 是否存在一些情境 是否存在國會跟總統之間一些偏好的組合 讓總統在擁有單向否決權的時候 最後立法的結果對總統更好 今天課堂上我給大家看到的是 擁有單向否決權讓總統 總統更有利 那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更一般性的問題是 在怎樣的狀況之下 你能不能歸納出一些原則 什麼狀況之下單向否決權 所帶來的立法結果對總統更好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對總統會更差 這個部分就當成是作業 請大家回去思考 請大家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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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回答